唱及夕听日误 沉醉不知归路 心尽万归中 误入翱花深处 而彼时在近史文化圈 年少成名的赵明成 正在清照父亲李格飞主管下的太学读书 清照没有新作 太学生们自然进水楼台 先读为快 赵公子对这位神秘子女的仰慕与迷恋 也许就此不可收拾 一往而生 当时的他们或许都不会想到 两人的相识与相见 再到相知与相守 会成为后人眼中怎样的传奇